中国女孩三比零击败爱在大江之后,郎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罕见变得非常严肃,表示自己每一局每一关都在赛,而记者问起来,为什么的时候,郎平直言不知道谁认谁呢? 这句话或许不是所有球迷都能够听得明白,从目前市井赛而组积分形式来看,每一局比赛或许都会出现积分形式很大的不同,郎平因此表示,我们要算好每一局每一分,因为之后不知道谁让谁,要做好困难的准备,所谓不知道谁让谁,郎平使的就是默契球,把时间拨回两年前的领域奥运会。 郎平曾怒斥对手打默契球,当时他提高的声音的意料说道,这完全是塞尔维亚与荷兰联手用默契球的方式,把中国队挤到第四,想用巴西队做掉中国队,最终结果都知道,中国队没有被巴西击败。 郎平那一句话,如今听来依然是质地有声,我们回想起来,不免有些毛骨所弄然。 的确,作为主教练,郎平是只看得懂的,这一次再次遇到同样的局面。 郎平,意大利,美国与俄罗斯,他们之间的交手,会不会出现做掉中国队的默契球情况呢? 一切皆有可能。 郎平既然提出来了,相信中国女排就有所防备,中国女排目前的困难非常多。 如果不小心,的确有可能被这三个对手用默契球做出局。 当然有狼道在,我们相信中国女排能够克服难关。